游駕道长 OK,好,再来的话,多型的实作 那多型的话大概会有两个比较重要 就是这个多型,那怎么去实作 一般都是利用类别继承来实作多型 不过呢,类别的继承 这个地方指的是抽象类别 因为如果你一般类别的话 你没办法继承 继承之后,那那个方法就固定 除非你复写 但是复写又很麻烦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用多型 通常都会用所谓的抽象类别 好,有印象吗 类别里面有一般类别跟抽象类别 那抽象类别的话呢 它有个抽象类别 前面要加一个ubstrate 然后方法前面也要加一个ubstrate 就是抽象的 那也就是谁继承它 谁就要实作 继承一定要实作 如果你没有实作的话 那你的Eclipse就会提醒你说 你要不要新增卫实作的方法 有没有,前面有讲过 那介面也是一样 你也用介面来做 那抽象类别跟抽象方法有什么差别 我们前面有比较过了 请回头再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它们差别有几个 我想因为介面就不是这个类别 所以它没有办法继承 诸如此类的这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边的使用什么呢 使用那个类别来继承 那这边所谓的抽象类别 抽象类别里面 假设我今天建一个ubstrate的一个class 叫做sharp 那这个sharp 比如说我里面的